最近有很多 價值港人回流多人多 今天我想和名建築商 H&W 一齊分享一下 香港人的新家園 官方數字指出 有30萬加拿大人在香港工作、生活 如果加上武漢聯邦政府正式登記的人數 數字更有機會多至50萬 不少已經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 在過去10年開始回流香港生活 因為工作和營商的機會更多 而在香港工作的加拿大人 大部分都在七、八十年代中 因為香港回歸而選擇移民加拿大 他們的子女在加拿大讀完大學之後 有一部分人選擇回流香港工作 不過隨著近年 居港加拿大人追求更穩定的政治環境 以及更優秀的醫療、教育等制度 不少人打算回到加拿大生活 之前我回流回香港 因為香港的發展機會比較多 而且說到尾 香港是一個熟悉的地方 我當然會回去發展事業 我之前在多朗多讀完書 看到很多朋友都選擇回香港闖一闖 我也想試一下回去 看看有沒有發展的空間 一做就做了很多年了 這幾年我們想生活穩定些 還有我們都想生第二個小朋友 因為我們有小朋友 我們都想給他們最好的教育環境成長 還有人大了都希望過一些穩定的生活 近年不少報章開始出現一個新的詞語 第二波移民兆 報導指單是2017年 申請永久居留加拿大的港人 比前一年多了三成 而更多前來加拿大的 是一早持有加拿大國籍 卻因為各種原因回流香港的加拿大港人 隨著香港近年政治環境進一步轉變 加上樓價和物價升幅居高不下 升學競爭日益激烈 令到一大批居港的加拿大人有回流的跡象 眾所周知 加拿大是一個和平而穩定的民主國家 我們有一個開放而穩定的政治環境 比如我們可以直接和政要溝通 去解決很多民生的問題 所以加拿大可以給予我們真正家的感覺 但最重要的是在加拿大 我們可以享受到優美的自然環境 又可以呼吸到世界上最清新的空氣 免費的全民醫療系統 為往返加拿大提供便利 那麼選擇回流或移民多倫多的港人 會偏向在哪個地區居住呢? 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資料顯示 萬錦市是回流和移民港人的其中一個首選 高近33萬萬錦市居民當中 有超過7萬2千名居民 是以廣東話為母語 相當於全市居民的百分之25 廣東話人口 在區內超過12萬港中文的人口當中 亦佔超過六成 正因為萬錦市受到香港人的青睞 更加有不少港人看準相機 在萬錦市做小型生意 例如開茶餐廳、藥材店、海味店 令萬錦市成為一個小香港 另一方面 因為萬錦市都有不少專業人士 很多優質公司 尤其是高科技逆雲集萬錦市 近年市場更多次外訪 向高科技公司招手 吸引包括在商務、電腦業務 領先同齊的IBM 晶片業巨頭AMD、Qualcomm 以至電腦公司Lenovo 電機旗艦Toshiba等 在萬錦市開設加拿大總部 被譽為北方直谷 由於不少華人從事科技行業 他們都選擇在較近公司的萬錦市居住 長期至於加拿大大學排行榜 前列的多倫多大學 其實在25分鐘車程之內 還未計眾多提供實用科學的優質專上學院 在萬錦市開設分校 以及將於未來同樣在萬錦市開設分校的約克大學 萬錦市既是本國房價增長最快城市之一 亦是大多倫多都匯區的龍頭 20年房價增長速率達3.5倍 平均一年增長一成半 當然是置業理想之地 優美環境、頂尖的教育和醫療設施 加上穩定的政治制度 以及多樣化的工作機會 安省萬錦市 因此越來越受到第二波移民 以及回流加國港人的歡迎 是安家樂戶最佳的選擇 而位於萬錦市中心的Fandom 就正正是萬錦市中心 移民加國的港人理想之家 想知道更多有關於 回流多倫多安居樂業的資料 記得WhatsApp和RingoSang聊聊 我的電話是647-638-9210 或者可以到我的Facebook page 遊覽更多資訊 是的 感谢观看